上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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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晚安 沒有吃飯嗎 怎麼沒有聲音 好 那我們兩個是今天的主持人 那我叫做西魯固 我叫做嘎令 那我的主語名字呢 我叫做西魯固 那我是來自台東 然後我部落的貝納族的小孩子 小孩子 凡小人 那我是來自劍河部落 跟我們也是貝納族的部落 那有沒有在座是第一次來鐵花車的朋友 沒有 你在直播嗎 好那因為我們現在天雨入閥 大家要小心地活 我們霸台有提供雨衣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投一個十塊錢 就可以買那個雨衣 但是如果你沒有拆封的話 可以退還 好那我們今天的演出節目呢 叫做鐵花村霍虎長龍練習一曲 那為什麼叫做沃浦虎長龍練習 因為呢 今天所有演出的歌手舞者呢 都是鐵花村的工作人員 那他們非常辛苦 那在工作之餘 還要準備非常多演出的節目 那今天只是練習曲 我們的主場呢就是 會在非常大型的場次 會在7月27號 對 7月27號會在鐵花村的大舞台上面 為大家做一個更精彩的演出 那今天只是一個練習曲 好那在演出開始之前 我先為大家介紹一下鐵花村的場域 那在你們出去門口的正前方 就是我們的廁所 那在座的朋友呢 如果有要吸煙的朋友 我們唯一可以合法抽煙的地方 在我們廁所旁邊 有一個藍色的垃圾桶 還有我們的火龍 對 那你們要在那邊抽幾包 都不成問題 那在我們 我們剛剛點營的地方是 我們的霸台 那所有進來的朋友呢 都要先去霸台點一杯飲料 以滴消的方式入場 那霸台的隔壁呢 是我們的鐵花村村民活動中心 那所有的鐵花村的活動 包括台東的所有藝文活動的資訊 都會從鐵花村村民活動中心 你們可以去那邊走一走 逛一逛 會有一些文宣品可以看一看 那在村民活動中心的隔壁呢 是我們的回首書屋 那非常多可以閱讀的書籍 不管任何種類都可以在那邊 你只要投 如果你要買的話 那邊有寫那個價錢計算 我已經忘記多少人 那在鐵花村回首書屋的隔壁 有一個叫做鐵花好店的地方 那現在因為他們的老闆娘 在準備等一下要表演 所以那邊沒有開 那以後 他們表演結束之後呢 你們就可以去逛一逛 對 就是這樣子 鐵花村呢 那邊的場景就是這樣 那因為下大雨的關係後 本來五六日都會有鐵花半市集 就是你們剛進來的時候都會有灘車 那平常沒有下雨的話 應該是說沒有下大雨的話 都會有非常多台東在地的手作達人 會有的一些湯味 慢市集 還有我們的農夫市集 那有滷味 有麵 有麵 有麵包 有咖啡 如果大家下次還有機會 再來鐵花村的話 可以去逛一逛 那鐵花村每個禮拜一 跟禮拜二是公休 那禮拜三到日都會有非常精彩的演出 所以我們也到鐵花村來欣賞演出 那鐵花村平常演出的時間都是從八點開始到十點 那唯獨禮拜日是從七點半 那因為今天下大雨的關係 那所以我們有延後時間開場 那也在今天所有的工作人員都為大家準備一些精彩的演出 對 就是這樣 大家記得 有那大家都有點意料齁 沒有犯規的齁 那記得要拿你的號碼牌去領飲料 對 因為我們場地太大 沒有像百貨公司的那個叫號機會震動 所以我們就是用吼的 然後你們要注意聽法台那邊 32號40號 你們就可以去那邊拿飲料齁 好 那剛剛進來的朋友呢 我再重新介紹一下今天的節目呢 是鐵花村或補償練習曲 那是由鐵花村所有工作人員在這個很忙碌的一天 為大家帶來 待會幫你們 對 調飲料的工作人員 不管是鐵花村的會計 鐵花村的音控人員 鐵花村的吧台 鐵花村的場域設置 包括換你們排桌子 排椅子的 所有工作人員都會在這個台上 今天是一個小明星 7月27號會變成大明星 那歡迎各位朋友 在7月27號的時候再回來鐵花村 給所有工作人員一個愛的支持 可以嗎大家 晚上好嗎 好 好啊 好啊 有吃飯就要大聲一點啊 好 這樣子 好 好 鐵花村不管多尷尬 我們還是要講話 好 那我們 請代表台灣好 鐵花村 以及鐵花村 歡迎大家到鐵花村這裡 那待會第一個 第一個要準備出場的呢 就是現在鐵花好店關門 因為他們現在 要表演 對 待會你們會看到鐵花好店的老闆娘 非常多老闆娘 總共有三位老闆娘 你們要怎麼選都可以 好 我們的老闆娘準備好了嗎 好 好 好 那我們 第二個來 就要歡迎 我們2018年 怎麼樣 6月17號 星期天 對 晚上 8點 7點 5時 5分 我們要掌聲歡迎我們第一位入場 也就是我們鐵花好店老闆娘 掌聲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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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這是臺灣成名製造 那鐵花毛巾可以在鐵花好店購買 那這一件呢 紙板非常紅 上面有鐵花 Music Village 鐵花村 下一個毛巾呢 叫做不要為難警察 現在非常紅 有一個皇帝紅字的配色 那這個毛巾呢 也是全世界全臺灣情侶站鐵花好店有販售 不要為難警察 有興趣的朋友 有警察的家屬的朋友 都可以到我們好店購買 那現在呢 我們的毛巾幾件399元 兩件特價 600元 差點贏到位 待會他們表演完 你們可以去鐵花好店購買齁 不要為難警察 以及鐵花 Music Village 非常辛苦齁 他們要做生意齁 還要跳舞給大家看齁 那大家如果 給他們一個掌聲鼓勵鼓勵 爽 好 接下來呢 要進場的是我們 旅聽 掌聲歡迎旅聽 耶 那重點呢 在他的腳底 好 來 注意看這個鐵花村的黑色襪子 好 來 注意看這個鐵花村的黑色襪子 好 單身不用穿鞋子也可以穿 下雨天也可以走在草地上 絕對會濕 絕對會衝 那這個呢 是我們的鐵花村的文章焦餅之一 也是我們的襪子 時尚短筒襪 那一色的齁 現在市主賽 然後大家也可以穿著去看市主 那現在進場的是我們紅色塑膠椅 那在這一代賣場也可以買得到 那重點是他的竹布 有一個非常開心 非常煩惱的條文的顏色的襪子 非常夏天 穿上那個就可以快樂腳 像他一樣跳起來 那那個塑膠椅有點不太穩齁 給他們一個掌聲鼓勵 下一件呢 也是鐵花村 時尚短筒襪可以當手套 做家事的時候可以穿在手上 冬天很冷也可以騎摩托車 好 那我們的毛巾呢 時尚 我們的襪子 一雙是250元 那現在都會加一雙150元 第二雙是400元 第三雙再加100元 總共450元三雙 好 拿到書璇 那下一個呢 要介紹的是我們鐵花村的拖鞋 對 那他現在的尺寸呢 只剩下小角 小尺寸 那尋找有圓潤齁 如果在座 有火小角 可以去鐵花好店看一下 對 待會可以去鐵花好店看一下 那這是第二款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是咖啡色還有我們 黑色藍色的那個人質齁 那下雨天還是會滑齁 所以大家小心地滑 掌聲鼓勵 下一個要進場的呢 大家注意看那個 秀套 這一道賣場一定買得到的秀套 非常好看 下次賣場一定買到 來 準備 耶 這是我們 賣相九周年 特級 甲級特種村莊 鐵花村的村民都要購買這一件 如果你們待會有購的話 各大婚商喜慶都可以穿的衣服 因為它是黑色的 所以去賣場是沒有關係齁 好 第二件要出場的呢 這也是我們的正義大賣場 變版的秀套 那 綠色 綠色呢 跟我們比較深的草地 可以融合在一起 就是大家如果想躲避誰的話 就穿著這一件 然後在我們的草地上 都不會被發現齁 我們的保護色呢 下一個要出場的呢 是我們白色 怎麼穿都不會髒的白色 特級甲級特種村莊 那這三種 都是我們鐵花村自己設計的 那現在是 原價兩百種特 啊不是 對不起我講錯了齁 原價五百八特價五百元 超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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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來掌聲鼓勵 耶 主持人身上也是穿這一件 黑色的 娜娜婚燒喜慶 都可以穿著 腳提特種村莊 耶 給我們的主持人一個掌聲鼓勵 耶 給我們的鐵花花樓 沒有人要拍嗎 沒有人要拍嗎 沒關係喔 娜娜婚燒喜慶 都可以穿喔 娜娜婚燒喜慶 原價五百八特價五百元 只有鐵花車就有喔 耶 繼續 繼續跳 沒關係繼續跳 耶 來我們注意看我們這兩位 員工齁 我們的工作人員非常非常 會跳 那其中一位呢 也是台東 馬卡巴亥 親善公主出身齁 那我們現在 演出一個 演出一個大家 演出一個換衣服的橋段齁 因為我們就是剛剛忘記部分 這兩位 所以就是喔 對away 演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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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聊天 跟著前排喔 那他們等一下喔 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服裝喔 OMG 後面的畫面非常精彩喔 有沒有要篩錢呢 先篩一下篩一下我的口袋 Yeah 5 6 7 8 掌聲歡迎我們 今下最流行的手染衣 那這邊呢 是我們 搽風樂團 搭配我們一個非常有才華的小女士手懶的 全世界的每一個花色只有一件 它代表台東的墳風非常的獨特非常的在地 鐵花車在7月份跟8月份的時候呢 都有舉辦一個墳風音樂樂團比賽 如果在座的朋友先跟他們握手一下 你們非常辛苦齁 大家等一下記得要去鐵花好地消睡喔 拍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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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我們都要設定在7月8月有一個墳風雨賽 歡迎在座的周圍的朋友 如果有朋友想要一起比這個賽的話 現在可以先上報名 我們再給他們三個小節的時間齁 再給他們30分鐘好了 5 6 7 8 停 耶 掌聲鼓勵給我們來鐵花好店 三位非常賣力的 那他們呢 平常呢 都在鐵花好店 怎麼很闖我們也沒有跳什麼 為什麼我們這麼闖 那其中一位已經已婚了齁 沒有機會了啦 那其中另外兩位呢現在待婚 但是有對象齁 對他們沒有粉絲專業也沒有什麼任何聯絡的方式 如果你們待會想要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鐵花好店 那他們現在不要結束了要趕著去開門 那今天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忙碌的一天 對 那如果大家對剛剛他們身上穿的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鐵花村的粉絲專業上面會有商店這個服務 鐵花村有粉絲專業上面有一個商店 那上面只有上架我們鐵花村自己出的文創商品 那有不要為難警察系列 那不要為難警察系列其實是鐵花村的村長的一個語錄 那他要提醒大家在座的朋友待會有喝酒 或是有喝一些精神性飲料的朋友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走路可以邊喝邊吐邊唱歌 但是不要為難警察 所以這是依照我們鐵花村村長的語錄出的一系列 文創商品那有杯子 貼紙 貼紙 紙膠帶 鑰匙圈 鑰匙圈 毛巾 非常多種類你們待會可以去逛 那只是一小部分 那所有所有所有的商品大家可以去